马上就到 七夕情人节了 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 异地恋怎么过这一天呢 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 方子怡 孟老师好 我上一段感情谈的就是异国 谈了一年半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最开始的时候还挺好的 但是你到后面 你们俩圈子越来越不同 你聊天的话题会越来越少 到最后可能一个礼拜 就通两三次话 反正后面就慢慢淡了 七号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像这种节日 我们还是要飞奔到 我们爱人的身边 我在网上就有看到 一些异地恋的情侣 她们的视频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说明老了 谢谢 我们节目12年了 服务了很多的男男女女 今年的第13期 一个男嘉宾叫段俊卿 跟台上当时的9号女生孙敏 在台上牵手了 后来她们谈恋爱了 但是一直是异地 我们现场连线一下她们 问一下她们的七星情人节 准备怎么过 哈喽 哈喽 菲哥好 菲哥好 杨维老师好 哈喽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两个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你在上海 我在洛阳 你们在节目上牵手之后 当天干了些什么事 就是有约会 对 有约会 我们去南京市区 去了几个景点 在那转了一下 聊了蛮多的 时间过得也好快 本来计划是下午 还要去其他地方 但是应该我是5点的高铁 然后我就直接走了 现在挺后悔的 应该多待几天 改票 她后悔应该在南京多待两天 那你们怎么确定关系的呢 我就是试探 然后我就那天问她 我说我们俩算不算是恋爱关系 然后她说肯定是啊 然后就算是确认 好 后来你们就没有再见过面吗 对 但是我会有很多事情都会想到她 然后她也会分享就是给我 就是介绍给她的朋友啊 然后就是大家会打招呼 我也有学和南话这样子 有空就联系 对 没有 哪有有空就联系 可以随时打人了吧 对 二至四小时都可以打 好 突然 秦文姐怎么过呀 一起过能见在一起过是最好 七夕之前过去吧 反正见面的话可以一起吃饭聊天 然后逛街 就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觉得也很珍贵 应该好好甜蜜啊 确实 那我觉得可能之后 就是不管说是异地恋还是说在一个城市 我觉得都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模式去 去相处 然后这个的话需要时间去磨合 我们见面以后嘛 肯定要商量一下未来要在哪个城市待着是吧 然后要考虑一下下一步结婚的事情是吧 下一步结婚的事情是吧 是吧 是吧 你们有什么好消息记得通知我们 通知我们 一定通知 拜拜 再见 拜拜 看他们两个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很美好 我们也希望每一次在这种节日的时候 都能够激发起更多的年轻人 对于投入一段感情 投入一段恋爱 那种强烈的那种渴望